8月20日 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铜牌的中国三人女篮 在格力基金接受线上采访 主教练徐佳明表示 这次奥运会收获了相对成功的经验 但我们并不满足 东京奥运会上 三人篮球是首次进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中国三人女篮也创造了历史 这也是其中国女篮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获得银牌 时隔29年后 在奥运会再次拿到奖牌 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项目赛成密集 比赛强度很大 队员们在五天里打了十场比赛 最后一个比赛日 中国三人女篮在半决赛不离俄罗斯奥运会队 对队员们打击很大 徐佳明通过队内动员帮助大家重燃斗志 会告诉他们这是奥运会 这是他们人生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虽然我们输了我们的半决赛 但是我们离领奖台只剩一步 只要我们战胜了我们的法国队 我们还是有机会在这一届的奥运会上去战上领奖台 那么希望也是要求队员他们去重新站起来 重新振作自己 重新燃起斗志 一起在球场上去拼搏 女篮的拼搏精神一直在队内传承 队伍中最小的万纪元表示 要向女篮精神致敬 我们就是还是要致敬女篮前辈的一些付出 然后女篮精神我觉得就是 我们把国家荣誉放在首位 然后勇于挑战对手 欲强则更强的作风 然后我们也是一直跟随着女篮前辈的步伐 继续延续女篮 近年来中国三人女篮战绩颇为不俗 2018年雅加达押运会夺冠 2019年三人女篮世界杯夺冠 在东京奥运会小组赛上 以第三名的成绩出现 对此徐家明表示 近年来国内的篮球联赛的改革 对于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赛季三人和五人的比赛 同时在WCBA联赛当中去执行 当把三人篮球比赛设置到我们联赛中的时候 那么更加利于我们的教练组 在联赛当中去发现更多 具备三人篮球这个项目特制的球员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球队比较有帮助的这一方面吧 中国三人女篮奥运摘牌后 无论是队员还是这个项目 都受到广泛的关注 队员们都很高兴 但成绩过去了 比赛结束了 一切都从零开始 00后队员杨书宇说 我好 жен的 我好 我好